字幕君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是成員拓海 看我的甩尾 剛剛那個人會死掉 一定是因為車子沒有停下來 所以我現在要放超硬的東西在前面 怎麼搞的 唉 剛剛那些人都還是太菜了 我只要把一個軟的東西放到車子前面 撞到牆的時候整個人陷進去那個軟的東西裡面 不就沒事了嗎 來 出發 啊 要裝上了 人確實還是會死掉 有什麼東西 在出車禍撞到牆壁第一時間會硬化 讓車子停下來 可是後續又會變軟 讓人可以陷在裡面不會死掉呢 啊 不如我們來試試 非牛頓流體吧 Let's go 非牛頓流體 是一種不俗從牛頓粘性定律 減硬力與減硬變成非線性關係的一種流體 而我們要用在安全氣囊上的 是一種被稱為 減切正常流體的容易 減硬力很大 或者減切速率很快的時候 會導致阻力增大 而這種特性 剛好可以用在安全氣囊上 可以看到如果我們用力敲 非牛頓流體是敲不下去的 可是輕輕放 卻可以放進去 同樣的 如果我們用力拔 是拔不出來的 但是慢慢拔去又可以了 而如果我們很用力攪拌的話 一樣非常難攪動 可是當我們很慢的腳 卻又可以很輕鬆的完成這件事情了 這就是非牛頓流體厲害之處 本實驗將探討不同的粉末 以不同的粉水比例混合後 面對NERV槍的衝擊 對於衛生紙的保護效果 我們的實驗器材有 衛生紙 樹皮粉 太白粉 玉米粉 NERV槍 NERV槍子彈 透明管 橡皮筋 電子塵 直升降 小燒杯 大燒杯 三燒槳 接下來是我們的實驗步驟 加入20克的粉末到燒杯中 加入適量的水 調出非牛頓流體 將5克的流體 加入保鮮膜 並在底下鋪幾張衛生紙 用橡皮筋把衛生紙層 綁在透明管之下 將透明管固定於支撐架上 用NERV槍從上網下射子彈 最後把衛生紙層拆 觀察破損情形 接下來是我們的實驗結果 由標可知 在沒有非牛頓流體的保護情況下 至少需要在透明管底下 包覆6層衛生紙 才不置破裂 我們將此數據作為對照組 與有加入非牛頓流體的組別進行比較 發現太白粉溶液的所有比例 以及迅速成5比5的保護效果 在對倒組以下 也就是所需的衛生紙大於等6 而玉米粉雖 只需5層衛生紙就不會破裂 但保鮮膜卻有破裂的情形 在實驗過程中 我們發現3種非牛頓流體 在粉水比為5比30 皆會有回彈的現象 而高度與衛生紙張數 無法觀察到明顯關係 根據表1和表2的實驗結果 我們要來找出最適合作為安全氣囊的 非牛頓流體種類和其粉水比例 在此實驗中 成功保護衛生紙沒有破裂的層數越少 表示非牛頓流體的保護效果越好 而沒有非牛頓流體 僅有保鮮膜時 需要6張衛生紙 才能擋住NERF槍的威力 我們只能留下特殊 張數小於6張的組別 因此3組太白粉和5比5的素數粉 被我們排除 留下藍色圈起來的部分 而3組玉米粉 導致保鮮膜破裂 換作現實生活中 就是氣囊的膜的破裂 駕駛還是會直接撞上車子 因為氣囊是不成型的 因此也排除掉玉米粉 如紅線索式 最後 因粉水溶液為5比30 會導致子彈回彈 換作現實就是駕駛會被氣囊回彈 無法緩緩底線進去安全氣囊裡 這樣也不安全 所以也排除素數粉5比3 如橘色線索式 綜合上述幾點 我們推測適合作為安全氣囊的 非牛頓流體為素數粉溶液 其中粉水比為5比4 如綠色圈起來的地方索式 接著我們要把非牛頓流體的保護領給數據化 首先我們需要知道子彈接觸流體的適暢 結果是兩百分之一秒 非牛頓流體提供給子彈 0.05牛頓的保護力 如果把子彈的質量換作人類假定為60公斤的話 就會是1604牛頓 那理論上使人停下來所需的力只有804牛頓 也就是說非牛頓流體能有效的在車禍中保護人類 可是最後也是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人類會不會因為保護力太大 而回彈導致反效果呢? 在素數粉5比4的實驗中 我們並沒有記錄到NRF箱子彈的回彈 但這或許是因為回彈的量過小 我們用肉眼無法觀測到 換作實際車禍情形則有可能會造成影響呢? 因為這樣我們想到了一個未來展望 就是我們可以利用更精準的儀器來記錄子彈每次的回彈高度 方便我們進行更詳細的分析 我們的影片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的收看